大家看是否能看到PPT视频频道我的声音 看一下一切是否正常 一切是否正常 早上好 大家好 好 没有问题 我们还有五分钟上课 但我们因为一个小时内容 咱们提前五分钟直接上课了 看看昨天内容怎么样 虽然咱们核心的部分 最重要的核心内容 咱们在之前已经给大家讲完了 但是同意替换的部分 还是它相当于 利用牛津同一词词典这本书 在帮我们把一些考试当中的一些重点词 同一替换内容 再做一个查诀不漏 所以在这里面 大家还是要认真去对待 昨天我该说的都说了 刚报名的同学 一定要把昨天的课听一下 刚报名的同学 一定要把昨天的课听一下 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 昨天的内容 第一组词 先回忆回忆 它都通过谁去记的 感情色彩特别重要 我说了在记词的时候 感情要抓住 第一个abnegate abnegation和negate 这个意思一样 都还有表示否认的意思 否定 但是第二个还可以表什么 叫做放弃 放弃 我们在之前 以前也说过两个ab开头 一个叫做abgir 公开宣誓放弃 宣誓放弃 还有一个叫什么来的 叫做abdicate 放弃权力退位 皇帝退位 用它 别忘了 renege on 注意这是咱们昨天说 它的一个用法 renege on表示的意思 叫做实言 否认实言违背都行 比如说renege on a deal renege on a contract 违背了合同 你可以用它 好 下边 disavow 不承认 avow来自于voice 都能回忆起来 不看一看 叫做不承认 大家看看 昨天晚上和今天 昨天晚上的两次打卡 是不是都达到了 看有没有看到 disown表示还是 叫做否认跟谁的关系 下一个affinity 表示第一个叫做同情心或喜爱的意思 我们是foundness 第二个表示关系 就是have a close relation have a close affinity with somebody or something 跟谁谁有这样的一个密切的关系 密切关系 sympathy 同情 tenderness 它来自于谁来了 来自extend 对不对 来自于伸展 我说过它来自于嫩芽 植物的那芽 伸出一个芽 这叫做嫩的 然后tender 就是我们叫嫩的形容词 或者形容人就是温和 温和亲切 那变名词了 下一个字 commisseration 可怜对于吝啬鬼 情怜悯 commisseration 下一个aftermath 后果余波 后果余波 upshot 表示意思也是一样 它和它 一般强调的是最终的 final result 强调这个意思 fallout 落出来的 你看原子弹爆炸之后 散落下来的 叫做放射成 或者叫做事件的这种余波后果 byproduct side effect 副作用 这组词都跟什么有关的 都跟向有关 他们都是跟向有关 如果咱们班有考四级的同学 这个刚刚说了 19年昨天讲到了 就给他认出来 叫做难以区分 不能分别 他俩你区分不了 那就他俩几乎怎么样 几乎差不多 很像的感觉 ss 另外比较重要的 其实中间这三个是比较重要的 像我们在托弗亚斯里 还有考研里 这三个是比较重要的 一个叫analogous 类似的 它就等于similar identical two 它叫做exactly the same as identical twins 就是我们说这种同轮成方态 长得一门一二的 这种感觉完全相同的 parallel叫相似类似的 相似类似的 这边爱摩特业余的 dabler dabble叫做涉猎涉足 就不是一个非常专业的去做 涉猎涉足 这个词 叫做dabble in in something in doing something layman叫做门外汉 戴勒坦特 叫做业余爱好者 业余爱好 menable对于上帝 Amen表示的意义 顺从服从的 dose are submissive beatable 太面的人 这老虎也太面了 被驯服的 tame 驯服的动物的驯服 这种词都跟什么有关 都跟假有关 artificial 人工的人造的 bogus bogus doctor 帽牌的医生 一个佣医 facetious 这个facticous 表示的意思叫做 虚假不自然 它来自于工厂 这个词跟做作 回忆呢 对不对 回忆呢 phoney 生电话 电话诈骗 pseudo还是假的 imposture 这个像在犯罪的 一些话题类的文章 能看到 你在雅思当 这个词修建了比较难 就我们所说叫做 冒名顶替 欺骗 诈欺诈 冒名顶替 叫imposture 发了一些什么 embezzlement 贪污公款 就在腐败 还是什么 这知道imposture 好 看下边 下一个 atrophy 表示萎缩衰退的意思 没有胜利 没有战利品 赢了还没有战利品 想一想 气得 谁 这几个词 也是都是跟衰减相关 deckness 十年 叫做衰退退肺 逐渐减弱 减少 减少缩小 肺的褪色 或者叫做逐渐的消失 傲口的 很awkward 叫做令人尴尬的 很傲口 awkward goach 狗屎 是一般形容人交流上这种很笨拙的 不善交际的 好 看下边 下一个单词叫做gawky gawky 表示叫做高个子人 这种笨拙迟钝的 maladroit 不灵巧 暗根里还是笨拙不雅的 balance 平衡 这几个平衡 这就比较好好认雷 它都来自于equal前半截 这个词的大方向就能抓住 就可以找poise 尾身也是 表示这个沉着 气定神仙的感觉 be poised to do something 这个再次想想 be poised to 叫做准备就绪 做一个事不慌不忙 这就是这就准备好了 看下边 最后一组词 叫做放弃 banish 禁止进入 离开港口 ostracize 拉出去 放逐 等于exile 政治原因的流放放逐 oust 叫做out 推出去 驱逐 bito 他和vote 投票 这个字 你可以放到一块 一个投票 这是否决 否决 昨天都看了台湾 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 看了吧 还是很遗憾 是吧 本来以为韩国语能动算 结果一看也没动算 没动成 太遗憾了 昨天我是从4点 一直看到了晚上7点 所以但是这就是 但是这也代表了 台湾2300万人的名义 你现在60%的人 都还是比较支持蔡英文的 这个还是 其实这种民主也挺好 输的就我觉得这种输呢 也是心服口服 这种输其实也就在咱们在 如果在学校里 你和一个人PK选什么 这个领导班的 那个主席啥的 如果这是整个全系的人 全院的人给你投票 那你输了也心服口服了 也确实是就民意 你也可以说人民的选择 就是这样 没有办法 好了 今天我们来看第二节课的内容 再次提醒 刚刚来到这个班级的同学 昨天没有听课 把昨天的课补上 昨天开头三五分钟 说了相关的一些注意事项 大家把昨天的课补一下 今天我们继续玩来看 重一替换 那你说老师这书上在哪呢 你就看第一个词 就是书上的都是就这本书 都是按字母顺序 按字母顺序排的 能看到背给你 但同一替换不用讲也行 咱们就写笔记就行了 不用翻书 写笔记就行 好 来看第一个词 beginning 就开始 这肯定就是最简单的 跟开始相关的词了 那下面这几个词 大家写一写 第一个叫embryo 第二个叫inception inception embreo outset onset threshold 我们在万词当中的 几个跟开始相关的词汇 几个跟开始相关的词汇 好 写下来 第一个embryo 没带回来没事带笔记本就行 拿个本记下来 叫做embryo 第二个inception 第三个outset 第四个onset 下一个threshold 好 第一个叫做embryo 这个看咱们有学生物的同学见没见过 胚胎 对不对 胚胎 第二个它也可以表示什么 表示到叫做东西刚开始形成的一个初期初级阶段都行 表示一个事物的这样的一种初期初级阶段都可以用这个词 这个名词的一个用法一般会接 in in embryo 这是这词的一个用法 in embryo in embryo 比如说这个想法还是处于比较初级的阶段 还不是很成熟 你可以叫做his idea his idea already existed in embryo 所以像这样的一个开始 有同学写出infancy很好 infancy咱们同学在公屏上能看到这个词吧 是吧 婴儿阶段 胚胎也是早期的感觉 那它怎么去记忆呢 它其实跟谁是同源 brail 这个部分其实它影射的就是born这个词 跟初生有关 咱们也学过br开头的词 像我们说brother 兄弟 对不对 你看你看 它是跟分开和生 繁殖 breed 对不对 咱看他以前有说过这样的词 br跟产生生命有关 兄弟 然后繁殖 孵化 就是有很多单音节词 br开头的词都是跟生有关 繁殖孵化 那这个br还是跟生有关 叫做初级阶段 初期 它的形容词叫做embryonic 后面加一个nic要加三个字母 陆琦已经写出来了 是吧 叫做embryonic embryonic 好第二个单词叫inception 咱们在之前的课程当中还有没有提到过核心部分 它表示的意思也叫做开始开端的意思 它一般往往表示一个组织机构建立的 再次强调 你叫区别 一般同一词 如果跟你说到区别的话 要知道一下 一般往往表示一个组织机构的创立的初期 初级阶段 组织机构的这种开始开端 比如自从机构创立 它开始发展的非常的快 你可以叫做the foundation 这个基金会 对吧 has grown rapidly since its inception 我再说一句话 the foundation the foundation has grown rapidly grown rapidly since its inception 自从开始到现在发展的非常快 这个单词通过谁去记 你还是通过大家还记得这个词根吗 其实你可以通过头去记这个词 CAP这个词根 咱们讲过没 是不是跟头有关 这个词根是跟头有一些关系 所以就想一想 刚刚展露头角 对吧 刚刚展露头角的感觉 这个叫做什么 叫做开始 叫做开始 它的动词就是incept 第二层意思表示抓 俩意思都有 CAPTURE 对不对 第一个是跟头有关 第二个是跟抓有关 动词就是incept 想想 刚刚展露头 因为顺着头这个意思比较好记 这样去记它 刚刚展露头角 开始开端 开始开端 机构组织的创立 下一个词叫做outset outset 其实这就是来自于动腹词组的一个倒写 叫什么 set up to do something 这听过吧 叫做着手做某事 叫做着手做某事 倒过来outset 就是还是表示一种着手开始 着手开始做 就是beginning 它跟beginning是一样的 好 下一个单词叫做onset onset做一个标记 它一般强调的是什么 它一般强调的是不太好的事情的 这种开始 一般都指不太好的事情 不好事情的这种开始 比如说大家最讨厌冬天 你说冬天开始 新概念三当中就用这个词 叫做the onset of the winter 对不对 the onset 比如大家不太喜欢 这样的一个事情的一个开始 地onset of winter the onset of old age 对不对 这知道一下 就是我们所说的 就是这个老年的开始 像我们进入了中年人阶段 对不对 40岁人 这叫做不喜欢这个年龄 但也没有办法 好 看最后一个单词 叫做什么 叫做threshold threshold 表示也是 我们有门槛 然后第二个也表示 一个事情 事物的这种开始开端 开始开端threshold 好吧 这几个字过一遍 第一个叫做embryo 脑子里想谁 想谁 BR跟什么有关 跟Bowen有关 对不对 Bowen有关 生就是胚胎 就是初期 初期 incept 小河踩漏肩肩脚 长出一个小脑袋 这叫什么 这叫做机构组织的开始 inception outside和onset 这俩放到一块 但其实阅读 大家都不影响 因为阅读 人家给你写的 肯定是对的 阅读没有太大影响 主要就是你要是使用 你要注意一下 他们的区别就行了 outside就是beginning onset一般表示不好事情的 这种开始 the onset of something 好 看下面最后一个threshold 还是表示一个事物 一种技术的到来开始 应该也行 好 我们继续来看第二组词 永远活在你们心里 是吧 好 我看下边 下一组 这组词都跟什么有关呢 大家能看到 这组词通常都是跟大有关 big gargantuan gargantuan colossal hefty tremendous imense enormous 还有sizeble 后面这几个词都不太难 咱们来看一看 第一个叫做big 第二个 gargantuan colossal hefty 下一个叫做tremendous emense enormous 和sizeble 我们在一般性考试当中 比较常考的 比如像我们现在托弗亚斯 46级考研当中 基本上最后4个 这是最常见的 这4个是最爱考的 上面三个词 可能就在更难一点的考试 当中可能会看到 英砖 或者留学 gre考试 sat考试当中会碰到的 好 我们先从简单的开始介绍 大家可以看看 先从简单的词开始 先从下边这个词 叫做sizeble 这个比较好理解 因为它就来自于谁 是不是来自于规模尺寸 这个词 就是规模很大 就叫相当大 尺寸大 但当年像 46级考试上也考过 一大笔资金需要相当大的 sizeble capitals 大笔的资金 可观的一笔钱 你用它就行 它来自于尺寸 这个词 尺寸大 好 第二个单词 enormous enormous 这个单词 一般表示数量的 和体积的大都行 数量和体积都行 比如说enormous amount of money 能力吧 就是一大笔钱 一笔巨款 你在座的同学 你们现在可能5000块钱 对于你们来说 就是一笔巨款了 两个月生活费 是吧 它为什么也叫做巨大的 它来自于谁 就是normal中间部分 看见没 中间会是来自于normal e作为前缀 表示向外 ex 就是在标准之外 在正常的以外 正常的 我们女孩的脚 可能都是从36到339 你看这个女孩脚62的 是吧 这个就怎么样 这就超出正常的 那叫做巨大的 叫做巨大的 庞大 数量的大 超过正常 好 下一个单词叫做emence emence它来自于谁 后半部分这个mence 解释一下 它实际上是来自于measure measure表什么意思 叫做测量 叫做测量 这个词根是跟测量有关 measure这个寸规模尺寸 它又表示测量这个意思 测量 所以就是无法测量 记住老师的解释 我都说过很多次了 一定要多去讲单词 看看 叫做 叫做 讲单词 叫做无法测量 它一般就强调的是体积的大 emence stadium 大家有机会来北京 看看北京的鸟巢 这叫做巨大的体育场 非常大 无法测量 好 下边 下一个单词叫tremendous tremendous这个意思 比较多一些 它除了表示体积的大 还表示事情的这种惊人的 极好的 还可以表示速度的大 不行 然后比如说tremendous impact 就是一个极大的影响 特朗普喜欢说这个词 对吧 是啊 就是非常的大的影响 听tremendous 特朗普是比较爱说这个词的 那第二个还表示速度的大 比如说a tremendous speed a tremendous speed 就是我们说叫做极大的 极快的速度 特别快的速度 是 其实你仔细看特朗普 特朗普的发言 你要是经常听 你再听听希拉里的 和克林顿 那个 比克林顿 那个叫什么来的 克林顿 对不对 你就会发现确实学习好的人 和学习一般的人 咱比如说 稍微差一点的人 他用词就不一样 他用词确实不太一样 你要经常有机会 经常看一看总统的一些演说 你就会发现所在的学校不同 专业不同 他用词汇的表达是不一样的 又是为什么咱们要多读书 你为什么大家学万词 一样的道理 一样的道理 你看发推特也是一样 你看奥巴马写的那词 同样的表达 表达相同的意思 比如在一个什么重大的节日 发表一些感言的时候 希拉里用的表达和川普的表达 就不太一样 这就是精英阶层 他和像我们草根阶层用的描述就不一样 就不太一样 川普是都是great big 当然这也是通俗易懂 因为你抓住精英没用 投票的不是只有精英 大部分还都是穷人 哪个国家都一样 绝大部分都是穷人 这一单词 为什么我们说叫做 惊人的巨大的 极好的 没背过的同学 你可以看看他 就通过一个拆分去记 什么叫做惊人的 就是极众人之力 记住们 极众人之力 对 就像咱们在座同学 上万词班的肯定是少数 对不对 上万词班的 能学到一万词汇的人 特别是坚持到最后的 也是少数 也是一定是少数的 极众人之力 三个脑子 三个脑子 叫做tremendous 三中间是mind 好吧 我把下面这四个词读一下 第一个tremendous immense 体积的大 超过正常尺寸和数量的大都行 规模规模数额的大都行 上面这个单词 他一般强调的是这种powerful的感觉 hefty 就是大而重的 体积大而重的那种非常庞大的感觉 他这个词跟谁同源呢 跟heavy同源 我这样写出来能看懂吗 就是咱们在正课的第一节课讲到的 刚刚报名的同学一定要把前面核心内容听了 核心内容肯定是最核心最重要的 再来自于heavy 跟heavy sorry heavy heavy 跟heavy是同源 把heavy写旁边 叫做大而重和表较数量的 客观 数量的客观 hefty 上一个单词叫closal closal这个就考的也比较多了 所有的考试 像托弗亚斯考研 这词都收进来了 都有这个词 他一般多强调的是体积的大 当年泰坦尼克号当时就说用这个词来描述的 叫什么叫做a colossal ship 对不对 a colossal ship 叫做一艘巨轮 一艘巨轮 这个词其实本身是指的是罗德岛的 希腊的 罗德岛的 他什么这样的一个巨大的一个塑像 巨大的雕像 叫做closal 这是来自一个专有名词 罗德岛的巨大雕像叫closal 后来就用这个词来表示大 是吧 来表示大 古罗马的斗树场 大家以后有机会去罗马 去意大利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可能说stadium 大家可能不知道说的是什么 所以你看地图上 它写的都不是stadium 它写的是这个词closal 有去过意大利的吗 你坐地铁 你坐地铁的时候 你看到斗兽厂的那一站 叫做这个词 下次去的时候注意一下 它写的就是这个词 所以要知道 这是来自于巨大石像 巨大的这样的一个塑像的名字 后来小写就它来形容表示大 当然有一个简单的技法 你就通过loss去记 损失 大家共同的损失 我们中学老师经常说 你一个人浪费一分钟 全班50个人 你就浪费了100分钟 共同的损失 这是巨大的 怎么就你问题多 上课老提什么问题 是吧 叫做共同的损失 巨大的 巨大的 好 上面这个单词 叫做gargantuan 这个词 大家跟谁放到一块 这个giant giant 这个比较高中的 高中的词 叫巨人 那个词 学过吗 这来你可以放到一块 gargantuan 好了 这几个大的词 我们就基本说的差不多了 常见的 做了一些补充 前面没讲过的 在这补充了 叫做gargantuan 体积的庞大 colossal 也是要巨大 一级的损失巨大的 heavy又重又大 又重又大 极重人之力 三个脑袋 这个叫做什么 叫做巨大 极大的影响力大的 都行 体积的大 尺寸数字 也是规模数字的大 好 那前面这五个 忘没忘 第一个词来自于谁 我这样画出来 你现在不是想它的含义 因为这意思在书上 它们都一个意思 你现在主要想它怎么记的 明白了吗 我每次重复的时候 你只要想它怎么记的 born inception 来自头 刚刚露过脑袋 你生孩子也想 头先伸出来 你腿伸出来就完了 那就得抛肤了 伸不出来了就 一定是脑袋先伸出来 inception 开始onset和outset set out set on 都行 下一个单词叫threshold 还是开始开关 开始开关 好 看第三组词 第三组词 来看第一个 叫做break 这组词都跟什么有关 你们看得到 根哥懂这么多 根哥都快40了 什么不懂 新事物旧事物都懂 除了眼睛点滑 耳朵点聋以外 有的时候脑子有点糊涂 该懂的都懂 好了 来把这几个词看一看 叫做break contravene infringe infringe impange infract violate transgress 这是18年 说错了 19年 19考研 你就是2018年12月份考研的原题 问你这个transgress什么意思 考研的原题 这是11年的英语一的原题 infringe 把这几个词写下来 这几个词 都表示的是一个贬义概念了 都表示一种违反打破 都含有这样的一层含义 叫做违反打破 break肯定是应该背过的 好 写完之后打一下 contravene contravene 下一个词叫做 infringe infringe 下一个词叫做 impinge infract infract 下一个词叫做violate transgress 好了 我们先来看最后一个单词 最后一个词是咱们万词班的第一节课 我记得好像是 咱们好像给大家提到过 gress这个词根 大家注意一下 它本身是跟什么有关的 它是跟走有关 看一看 gress 这个词根 它是跟走有一个 咱们学过进步 学过吧 学过吗 进步 对不对 progress 所以你看这是往哪走 trans作为前缀 表示的是from to 从一边到另一边 这叫做走过了 就叫做 所以它跟你怎么去记它比较直观 这意思 你看 这是法律的界限 你愉悦了 你这样想一想 就是从遵守道德走到了界限的另一侧 所以它就翻译成愉悦 你这样翻也行 愉悦了这个道德的界限 叫做愉悦了一些规则 咱们说你得过界了 咱们是师徒关系 是吧 但是你不能 让我请你吃饭 是吧 咱们之间没有雇佣关系 是吧 这要知道 这叫做逾越了这个界限 这个叫做违反 叫做违反 你旁边写个括号 你再看这两个单词 第一个词叫做regress 下一个叫ingress 下一个叫做egress 那这几个词看一看 把这三个词这样写旁边 就写在旁边 因为这记一个 你可能觉得不太好记这个词根 这词根是跟手有关 第一个是从一边走到另一边 这叫做越界了 越界了 这叫做违反了规则 做错事 好 第二个单词叫做退步倒退 自己能理解吗 这个词自己能讲出来吗 退步倒退 能否讲出来这个词的含义 能理解吗 为什么叫做退步倒退 你退步了 re作为前缀 在此处表示的是什么 就表示back i表示往回 往回 regressive 当年这些托福里面出现的 regressive 倒退了 时代在倒退 对不对 这样知道 regressive 好 下一个单词 叫做ingress和agress 这俩正好是反 一个是往哪走 一个是往里走 所以我们翻译什么呢 叫做进入 入境 都行 进入 the act of entering a place 入境权 进入 这是名词 一个是进入 或者我们翻译成入境权 入境都行 而下一个词叫做egress 那这就是什么呢 往哪 往外 对不对 就是出口 或者我们叫做出境 走出去 出口 一个是入口进入 一个是出口走出 好吧 这三个放到一起 这样的话 对于这个词印象就更深一些 当年英语二当中考的非常简单的同一词 就是wrongdoing 就做错事嘛 道德败坏嘛 所以这当然你看那选项 一看就能看着 就是他这俩一罪接近 对吧 这叫做违反了 违反了规则 违反道德 那就是做错事 wrongdoing 好 进行前来 看这个词 这个简单很多 这样这个在四六集里就已经常考了 他也表示叫做违反 就等于break 我们在核心课当中讲了一个词 非常重要 叫break 他通过谁去 你想想那个暴力那个词 就了吧 暴力吗 违反规则 暴力违反 你不用看书 大家就记笔记就行了 你要回去看书的时候 你就看这个字母顺序 br你就找break 这是跟茶字典是一样 红皮书这个字典 先不用书 你自己回去看的时候就知道就行了 叫violet violence 好 上面这个单词叫做infract infract这个词咱们在词根的里面是讲过的 把这个词根再回顾一遍 fract和frag这个词根谁能想起来 它是什么意思 这个词根还能想起来吗 fragment fragile 你还记得这个词根是什么意思吗 这是核心课内容咱们讲到的词 它表示什么意思叫做add to break 叫做打破 挺好 想想碎片 回一回 fragment 对吧 这是不是b和f之间 辅音字母发生一个替换 你看 你看就是可歌 然后f和b 这是一样的 frag就是break 是跟打破有关 这个词讲过了 咱们再回顾一遍就行了 把这个词根再回顾一下 这个in动词在此处表示的是一个加强 表示的是一个加强 就是加强去打破 就是我们说叫to break to break the law infract一样 它的名词就是谁 名词就是infraction 就正常变化就行了 违反打破 好 上面这个词 impinge 这个也是应语 这应语依靠的原词 叫做什么呢 叫做妨碍侵犯 妨碍侵犯 它是一个不及物动词 后面写 impinge on something 或者翻译成叫做对什么产生一些不好的影响都行 这个impinge它其实来自于谁 它就是来自于 你看它的造词我这样写出来看能看懂吗 就是它对谁谁 而且他俩什么都讲 看impact是不是也讲对谁产生了不好的影响 所以也叫做什么 叫做侵犯了什么 第一个意思叫做侵犯妨碍 第二个也是表示对什么产生不好影响 impinge就是impact impinge就是impact 但是它是贬义词 但这种词不会再考了 因为现在在题杆里考的原题 它基本上很难再重考 但当年有一回就考了一个一模一样的原题考研 出了一个大乌龙 就是2004年的英语一的原题 在2012年的英语二 考了一道一模一样的题 这个估计可能出题肯定不是一模人了 所以他可能也没注意 所以又来了一道 但这种错误我觉得以后就应该不会再出现了 看叫impinge 好上面这个单词叫做infringe infringe咱们在看以前有提到过没 在核心内容 叫做什么叫做违反或者也叫做侵犯 他也接谁也接词 impinge fringe呢 这个词表示边缘的意思 我们之前说过叫刘海边缘 刘海边缘 刘海边缘也是 你看走过边了 走过这个界限了 也是表示违反侵害 这当年在六级里考的也是 99%的六级同学都不认识 而是在六级的选项里出现了 13年的当年的时候考了一词 这比较难了 有点偏甚至 这都是接而易理的词了 impinge infringe 这两个可以放到一块 走过边缘违反 影响不好 侵犯 infract 打破违反 violate transgress 好 看第一词 康运这也叫违背的意思 他跟那个transgress一样 跟他一样的 违反了一些规则 道德 准则都行 contr 作为前缀来讲 他表示什么意思 咱们学过 是不是叫做on the contrary 这前缀都讲过 没听过的同学记上 听过的同学回顾 核心内容 咱们讲过 咱们以前学过相反 on the contrary 而这个ven和vent 大家标一下这个词的 他表示的意思叫做什么 叫做to come 是跟来有关 是跟来 to come 是跟到来有关 把这个词根标一下 那我们在以前学过 当然最简单的词 是不是就went 你看一个来一个去 它是一个相互之间的一个动作 went went Ven 它的名词就是我们叫什么 叫做controvention 你看是不是叫controvention 就是来到它的反面 来到你的对立面 这叫做什么呢 叫做违反违背 来到你的反面 叫做违反违背的意思 叫做controvene 你看这个单词叫做convene 还有叫做intervene 还有advent 你可以把这几个写在一起 大家可以把这几个词写在一起 vene和vent 这个词根是跟to come 跟到来有关 到来 所以叫来到反面 这是违反打破 违背了你 好 下一个单词叫做convene 这个词叫做召集集合 能理解不 为什么要召集 叫做convoke 我们很早以前讲过这个单词 看核心课里面讲过这个词的 把大家喊到一起来 它是不是来自于voice这个词根 把你们喊到一起 这也是大家一起都来了 昨天晚上我们在凯道上集结 为谁谁加油 说这叫做一起来 叫做集合 叫做集合 intervene 这表示的意思叫什么 叫做干涉 它的名词 这个在六级里考过 intervention 就是来到我们中间 比如说我跟七七两人关系特别好 天天忽然来到我们中间 打断了我们的这种关系 这叫做来到中间 叫做干涉 intervene in 这是一个不及不动词 干涉 最后一个词叫做advent 它就翻译成到来 就是coming ad作为前缀表加强 所以它只有一个意思 就表示节气的气候的到来 一般都是节气 它其实原指就是耶稣降生 但现在我们用它来就表示气候节气的到来 叫做advent advent advent 我把这几个词来自己讲一遍 一起来 召集 今天晚上12点天安门广场 手拿牛津同一次词典集合 咱们晚上12点测试 在广场上 说这叫一起来叫集合 叫做召集 来到我们中间 这叫做干涉 来到咱俩中间 就是打断咱俩干涉 加强来就是来了 冬天来了 advent of winter advent of 来到我们的反面 叫违反 infring 叫做违反 它是不急不动词 后面要记 impinge 对什么产生不好 不良影响 侵犯 infract还是违反 违反 一个意思 transgress 逾越一些规则 界限 好 看下边这一组词 这一组词都跟什么有关的 都跟燃烧烧伤有关 燃烧灼伤 我们身体上比如说用手给烫伤了 这叫什么叫get burnt 也行 人的烫伤 东西的烧 用它都行 好 我们把这个几个词 大家来过一下 第一个叫做flicker 第2个flare 第3个incinerate 下一个叫cremate blister 还有所有一个词 sharp 看这几个 flicker flare incinerate cremate 还有blister charp charp 接下来写完之后打一下 1 flicker flare incinerate cremate cremate blister charp 好 前两个单词 大家注意 你看它都可以表示灯光 火焰的这种跳动摇曳 就是这种 咱们看那蜡烛都看过了 就那火那样 就那种火焰的这种跳动 它不是那种真正的 那种大火的燃烧 一般都只是火焰的这种跳动摇曳 你可以叫做flicker flicker 那flare也是表示火焰的这个火就更大一些了 它翻译成叫做闪光或者是燃烧 flare 它俩其实都跟谁是同根 都跟我们所说的就这个flame 它跟flame其实都是一样的 跟flame 这俩词都是一样的 跟flame是一样的 写旁边 flicker 再加上它一边都指灯光的这种闪烁和火焰的那种忽明忽暗的跳动 就比较小的flare可以指火焰的燃烧 或者是这种发出闪光光特别刺眼的这种燃烧 你要叫做flare flare 你看路奇写出这个词了 就是前两天澳洲 你看在媒体上也报道了用的这个词叫做conflagration 它指的就是森林大火 它指的这个词你可以写在旁边 就写在旁边就是森林的这种大火 叫做conflagration conflagration 森林大火 好 看下边下一个单词叫incinerate 这个咱们在之前看有提到过吗 它是来自于谁呢 是来自中间部分叫cinder cinder表示玫灰玫渣 叫做玫灰玫渣 我们在以前看过的这个童话故事 就叫什么呢 叫cinderella 这个还记得是什么意思吧 女同学认识吧 cinderella 就来自他吗 从他到他 从他再到他 cinderella 听这个读音 女生都听过吗 叫做灰姑娘 现在明白为什么叫灰姑娘不 而不叫灰姑娘明白了 不是灰手的姑娘 灰手的姑娘 不一定干嘛呢 大半夜不回家 在马路上灰手 是吧 不是这个灰手的灰 是到了12点 不在马路上灰手了 万念俱灰 所有一切打回原形 是吧 就12点万念俱灰了 所以这叫做 用这个灰来翻 他没有用灰手的灰 用的是这个灰 所以你看就加强变成了一堆灰 叫做焚烧焚化 就burn something into ashes 把什么东西烧成灰 把什么什么东西 烧成了灰 所以先通过cinderella 灰姑娘去想 cinderella叫灰灰 这叫始成为了灰灰 叫做焚化 叫做焚化的意思 好 看下边下一个单词 叫做cremate 读一读它 cremate表示的意思叫做什么 叫做火葬 这个咱们有没有学什么火葬 火的火化专业的 好像还有这个专业 这专业率 就业率一般是百分之百 就是殡葬专业 但这不知道应该归属于哪个学院了 就不知道了 在大学里 殡葬专业 就业率百分之百 叫cremate cremate 这不用真是 那是电视上 我看电视上说的 这不是包分配 这有一个字叫抢 用人单位都抢 叫做cremate 把谁给火化了 mate 你记住 但是不知道这属于什么 这应该归属于哪一个 哪一个院系 这个就不太清楚了 反正 这专业要考研磨 你可以上网上查一查 把室友 伴侣 伙伴给火化了 你这样想一想 是吧 通过mate 有个结尾的词去想一想 中国有这大学问应该没有 对 但这种学校 这种专业让你们选 你们会特别心甘情愿去选吗 可能大家还是会有一点 有点忌讳是吧 可能还是会有点忌讳 反正 不会 因为如果毕业之后月薪给你们5万 会去选吗 不是钱的问题 是命的问题 要钱要命 是这种 其实也没有 就是你心态平和 一般也都无所谓了 其实 真的有同学会 好吧 看来 还是 这是金钱的力量 看下边下一个单词 叫做blister blister 这个就一般强调的是烫起水炮 起水炮 这当年专四的文章考过 考过一天 我记得有一天文章讲专四阅读的时候 专四里面说什么 毕业那天 毕业典礼上发生了什么事都忘了 只记得什么脚上磨了一个炮 专四看有没有咱们英专的同学 blister 叫做起水炮 叫做起水炮 还有陆琪写这个 你可以 说scot scot 表示烫进 水气烫伤 叫做blister 叫做blister 不是 叫做scot 叫做scot 好 最后一个词 charp 一般强调的是烧焦 烧焦这个词 在早前 我可能给大家都讲了 对吧 比如说以前有什么呢 singer 略微烫焦 还有谁 还有scotch 对不对 shrivel 我同学写到了 这个咱们之前讲了 再补充一个这个词 charp 好了 把这个词来读一遍 第一个burn 就是正常的燃烧 这些下边这些词都是有区别的 在明经同一词词典上 大家都会发现 它都写在burn的下面 但咱们会给大家做一些区别 不是完全同一词 不能完全通用的 这个是正常的 跳动的燃烧 这是发出亮光的燃烧 发出亮光 大火光的燃烧 这就是焚烧 把什么用烧成灰 就在把这个东西都烧了 这是火化 叫cremate 下一个字blister 这是把身体给烫伤了 等于scode 不是斥责 浅则怎么说 浅则是冷 看 scode 冷冷的 这是斥责 而这叫什么 这是烫伤 车是烧焦 烧焦 看前面这几个再来一遍 还记不记得 叫做来到反面 这是违反 一起来集合 召集集合 违反 违反 产生坏影响 不利影响 贬义的 infrage impange 脑子里想它是impact pack 割和磕是一样的 infract 和violate 走过界限 叫做违反 道德败坏 另外两个词叫做 往后走 是退步 往里走 是进入入境权 进入往外走是出境 有点印象吗 然后过了一遍 有点有点印象就行 然后回去再看一遍 就记住了 好 看下边这几个词 第四组 它们都是跟什么有关的 都是跟改变有关 第一个叫做changeable fickle mercurial vacilate violate 这个violet violet volatile 这学化学的应该知道 又挥发物理的 好 看下一个词 叫做waiver 当初写下来 写完之后打一下 e changeable fickle mercurial mercurial vacilate vacilate 下一个词叫做violet waiver 下面这些词 它都强调的是一种 易变性 是性格 性情的这种变化 或物质的变化 所以 他们如果要出现改写 看一看 有可能会跟谁进行改写 会跟 这个change 可能会跟change这样的词 做一些改写 好 写完之后打一下1 行了 咱们先从最后一个 最好记得开始先记 好记得开始先记 最后一次叫做waiver waiver 第一个它可以表示物体的这种摇摆 比如说柳树 树的摆动 或者人 其实形容人的什么 叫做犹豫 都行 东西的摆动 东西的摆动摇摆 第二个 表示的意思叫做 犹豫 就是一种举棋不定的感觉 它里面更多的 还是形容于人 摇摆不定 摇摆不定 东西的摇晃 它就来自于谁 就来自于wave 这看懂了吧 它实际上 它就是来自于wave 这个词 wave有什么意思 叫做挥手 weaver 说错了 weaver 它就是来自于挥手 这个词 因为挥手就是一种摇摆 摆摆手 再见了 跟你们 是这个意思 叫做weaver 第二个单词 fickle fickle 这个在专八班 我们讲过 一般强调的是爱情 友谊 这种 异变的 我们之前上了个短语 叫fickle lover 在每天微博上的打卡词上 咱们还考过这个词 对不对 叫做fickle lover 就是多变的情人 对吧 多变的 就是这种大猪蹄子 fickle lover 它的名词 用谁叫fickleness 名词就加ness 叫fickle fickleness fickle fickleness 一般会用这个单词 它是来自于谁 它是来自于fow 这个词 就是敌人 它其实原指 就是敌人 这个按照词原解释 它的话 就是敌人的这种多变 老狐狸非常狡猾 敌人的这种一变多变性 好 看中间这三个词 中间这三个难一点 第一个叫做mercurio mercurio 它来自于是来自它前半截 叫做mercury 咱们学物理化学同学可以看一看 mercury化学当中 咱们说叫什么来的 叫做水银 对不对 mercury叫水银 所以它其实原指水银的特点 它就是指水银的特点 叫做什么呢 叫做善变 易变的 易变善变的 原指水银的特点 流动 它的流动性 对不对 这种流动性很强的 流动性很强的 水星mercury也是它 对 好 看下边 下一个单词 叫做vacillate vacillate这个单词 它同样也表示的意思 叫做摇摆 或者我们叫做震荡 形容人 人的话也是指人 怎么的 观点上犹豫不定 它形容人的时候 跟这词同意 vacillate 指观点上这种摇摆不定 犹豫不决 观点上的这种摇摆不定 犹豫不决 这个在雅思里有考过 也认识一下 比如说我造一个句子 你可以听一下 说I had for a time vacillated between teaching and journalism I had for a time vacillated between teaching and journalism 就是说在教学和新闻 这俩工作之间 怎么的 曾一度摇摆不定 摇摆不定 这个叫做vacillate 这个vacillate 你看它 它其实还是来自于谁 wave 前半部分其实映射的 还是wave这个词 就是一种摇晃 摇晃的一个概念 摇晃的一个概念 好 看下边 下一个单词 叫做volatile volatile表示的是 一体的一挥发性 或者我们也叫做不稳定 写一下 叫做volatile 第一个化学 学化学能源指导 表示这种液体 液体的这种 易挥发的 易挥发性 第二个也可以表示我们这种反复无常 反复无常的 叫做volatile volatile volatile在拉丁词跟当中 本身表示这是跟非有关 实际上它是来自will这个词的一个演变 是来自will的一个隐身含义 叫意愿 表达自己的意愿 这叫做 叫做不稳定的 随时随地想自己的一些想法和意愿就说出来 这叫做 人 摇摆不定 多变 第二个也表示 液体的 易挥发性 这几个词都比较难 来咱们背一背 第一个叫做 fecal lover 通过短语记一下 多变的情人 mercury 来自水银 水银的特点 灵活多变 想想这种不稳定 叫做mercury 下一个单词叫做 vacillate 摇摆不定 摇摆不定 愁畜 犹豫不决 它跟weaver是同一词 weaver很好记着 来自wave 就是挥舞 左摆右摆 volatile是 液体的 易挥发 挥发 好 看下边 下一组词 这个词跟什么有关 跟粗糙有关 叫做course 多说写一些 bristly bristly 下一个叫做gritty harsh lumpy 和scratchy 这个词写一下 第一个 叫做course 第二个词 bristly 第三个gritty 第四个harsh lumpy 还有叫做scratchy 简单之后打一下e 这些词呢 它可能都是跟一些粗糙有关 但它还不太一样 这词也是仍然还是有不太一样的地方 第一个单词course 这个词 它可以表示比较简单一点的 那你可以就表示rough rough也表示粗糙 这是比较基础一点的高中的词 如果你没有印象就写旁边 它可以表示皮肤布料都行 就是东北话这点拉手 拉手 东北的同学吗 能理解吧 就是这种 比如说course hands 天天干粗活 这手一点不嫩 你看有的女同学 20岁的手特别嫩 那有的男同学 这个手都可以当什么 金刚错了都可以 能错这个铁条都能 那太粗糙了 第二个 它也可以形容什么呢 表示就是这个盐 沙子那种 有大粒有小粒 大小不一 那种很粗糙 比如说course sand 对吧 粗纱粗颜的粗 粗纱粗颜的粗 所以第一个 这皮肤的布料的粗 比如什么麻面布 第二个 表示的意思 东西的这种大小不一 大小不一的这种粗糙 第三个 还可以形容言词的 言词的粗鲁 所以它用的还是比较多 言词的粗鲁 言词的粗鲁 比如说course manners course manners 就是这种非常粗鲁的举止 rude 这个意思 好 接下来看一下它的技法 刚才说的是它的用法 它形容词直接修饰名词就行了 形容词修饰名词就可以了 好了 你看一下 它通过谁去记 它通过course去记 这两次放到一块 course咱们在以前学过 表示的意思叫做课程 对不对 就是非常有体系 非常有规矩的东西 这俩你对照去记一下 课程 表示一道菜都行 就是非常有规矩的东西 第二个 这好像是相反 你可以想想粗糙的课程 粗质滥造的 通过它这几也行 course course 好 看下一个单词 叫做bristley bristley一般强调的是这种 长满钢毛的 就是非常短而硬的 比如女同学 你看男朋友那个胡子 如果就是很短很尖 他亲你的时候 你别碰我 别碰我 他一使劲 戳到你脸上了 然后扎了你满脸血 是吧 这就叫做bristle 就是这种 胡须的这种渣子 胡须胡子茬 胡子茬 这个叫做bristle br R咱们其实给大家讲过 是不是都分开 st跟战力有关 那胡子一根一根的 都分开的 就是一根一根的 女生就有这种感觉 男朋友亲你的话 他要胡了 你那些什么海兰之谜 什么cpb都白用了 再好的化妆品也抵不住坚硬的护须 叫做bristle 分开站立 都给扎漏气了 是吧 下一个词叫做gritty gritty表示的意思也是有沙子的 有沙粒的 叫做有沙粒的 我们东北话就有个词叫牙衬 但我不知道普通话怎么讲 就比如咱们吃牡蛎的时候 发现里边有沙子 大家能能能理解那个吧 但是我不太清楚这个普通话怎么说 那为什么 就是这个 吃什么贝类 对吧 然后你发现一脚里边有沙子 就记住有沙粒的 它是来自于great的这个单词 但是普通话不知道怎么讲 它来自谁 来自great的前半截 对不对 great的前半截 就是有沙子 所以叫有沙粒的 沙粒班子 还可以表示什么 叫做有勇气 有坚定的 有勇气坚定的 因为great的第二层含义 就表示勇气 叫做勇气 勇气 farsh harsh 叫做粗糙 昨天晚上咱们在专八 还是不是讲过 专八班 咱们好像给大家讲过 专八班 咱们讲的是刺耳这个意思 刺耳的 它也可以表示很粗糙 粗糙的 它通过学习 你可以通过hard学习 hard有什么意思 什么叫硬 叫做硬的 也是很粗糙 lumpy 它来自谁 前面核心词讲过 是不是来自lump 叫大块 大块 看看这个词没有印象 一大块 东西的大块 叫lump 所以里边有各种各样的块 块状物 比如你什么奶粉 放时间长了 白面放时间长了 都结块了 一块一块 这叫做lumpy 结块的 里边都有一块一块的 所以你看这个词 还是有一些词 还是有点区别 多块状的 有颗粒的 你这样翻都行 食品当中有块了 你那酱油放时间长了 里边可能也会有什么 凝块了 这lumpy sauce 对吧 有颗粒的这种 这种调味之 好 最后一个单词 叫做scratch scratch 它来自于谁 它来自于scratch scratch叫什么意思 是不是叫挠 它一般都强调的是扎人 你看我都给你解释出来了 就当你其中一个人的毛衣 你比如你买的不是cashmere的 不是cashmere的 不是纯羊绒的 这时候你买的毛衣 可能里边又加了一些 什么化纤材料 你光膀子穿上 那这就扎人 你就会觉得浑身痒 要么就扎脖子 这叫scratch 就感觉脖子像被挠了一下 我们生活当中 也有这种经历 就是穿的衣服 如果不是合备合身 穿一穿的脖子 就会被划出两道红色的印记 这是很扎人 叫做scratch 就是刺脑 刺激皮肤的 扎人的 所以这几个都是跟 粗糙的词相关 注意一下他们的区别 第一个叫做course 刚才讲到了皮肤的粗糙 对吧 无理品德的粗糙 还要表示东西有块 有沙力的感觉 course sand 粗沙粗岩 下一个单词叫做brizzly 叫做有胡须的 这叫做短而硬的 gritty 叫做有沙力的 或者叫做有勇气坚定的 下边hard的很硬 你这样想一想 刺耳的 声音还硬了 很刺耳 还表示严厉严酷的都行 也有粗糙 lumpy有块状的 多块状物的 这种粗糙 scratchy 就是让人走来去挠来挠去 就是说明这毛衣扎人的 扎人的 好 来看这三个单词来读一下 叫做collective 叫做共同集体的 这三个是在英语2当中 考过的该写 不要翻译成收集 比如我们说共同的努力 你可以叫做collective efforts 能理解吧 collective efforts 就等于share efforts一样的 我记得当年就好像是一二年的 英语2里面考过的原题 share这当年说了共享 也表示共同 joint也是 因为joint它来自谁 它来自join joint叫联合 是不是叫加入联合 加入连接 加入到一起的 所以它也是 共同的 三个共同的词 来一边 第一个叫collective joint shared 共享 共享的 这三个没有什么太多的展开 你知道他们仨同意就行了 因为他在考研当中考过该写 知道一下 collective efforts 共同的努力 集体的 joint 它来自于join join本身有加入连接 我们把我们的所有的人 新手相连的感觉 这个叫连在一起共同 这是共享 还是共同的 共享还是共同的 好 来看看下边 这四个词 来第一个 读一下 叫做comment 第二个 commentate commentate 看咱们有没有什么传媒 传媒大学的同学 广电的 咱们经常说体育报道的这种评论的这种实施的评论员 用的就是他 对不对 叫做commentate comment是正常的评论 动词就comment 名词就是comment comment commentate 写完了吗 这四个词 这四个词也写完了吗 它来自于谁呢 什么叫做评论 来 大家评论一下吧 这个关于春节前的猪肉价格问题 所以它是大家一起要说出你们的想法 看出来吗 它这个后半节影射的是它 大家一定要把想法说出来 特得是一样的原因吗 是来自于mind 一起给出想法 这就叫评论 那加了个ate呢 强调一下 它一般强调的是体育比赛 赛事的评论解说 赛事的评论 所以我们说评论员叫做commentator commentator 好observe observe这是熟词PE了 observe在高中学的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叫观察呀 高中学的是观察 那还有第二层意思 也表示叫做评论 所以当它加到r的时候叫observer 我们就叫做观察员评论员 观察员评论员 评论员还批评批评者 还记得这个词吗 评论家critic critic observer critic 这俩作为该写 可以作为该写 observer critic 好 最后单词叫interpose 提出反对意见 打断你 你这么说呢 interpose interpose 这个后面一般会接上谁 一般会直接接上 直接言语 加个引号 比如说he interpose的 他说了一句话 这个词一般这么用 比较多 为什么我们说叫做打断 你看看他 pose这个词根叫放 inter还是表示之间 inter作为前缀 他表示的是之间 把我的观点忽然放到中间来 这叫做提出反对 以便干预 提出反对打断 叫interpose 把我的观点忽然放到你的中间来 pose这个词根咱们之前讲过的 表示放置的意思 to put 摆姿势 放姿势 摆放 好了 把这四个词来读一下 comment command 评论 一起说出想法 这还是评论 但他一般讲到的是对于体育比赛的评论 赛事的评论报道 评论时事都行 observe 好 看下边 这四个词 用手写一下 叫做compact dense compress condense 接下来 第一个compact 第二个叫做dense 第三个compress 第四个condense 好 第一个叫做compact 他表示的意思叫做这种很密的 排列很密的 就一个接一个 一个接一个 或者我们叫做这种压紧的都行 我们常说秀珍的字典 那种很小的 你就用他就行compact dictionary 很秀珍的 因为他所有东西 都都压在这一本里了 大家能看到 你看这字典 就这一本 能看到吗 这么厚 非常小 一个手就能拿到了 这叫什么呢 这叫做紧密 现在物质的这种排列的很密 而翻译成叫做简洁都行 简洁的也行 他来自谁 来自pack 就是打包压这个词 压到一起 pack学过吗 package 包裹那个词 明白了吧 包裹那个单词 都压到了一起来 第二个单词 第二个单词 第二个单词叫什么呢 叫做dance dance强度的是密度 以前见过他吧 就是咱们中学老师讲的那个肉 是怎么叫我 我点忘了 是吧 肉那个单词 肉那个单词 就是dance 浓密的 dance 下一个呢 你看这俩你放到一起 你看 这是浓密 这是使它变得更加密集 它叫做使凝结压缩 它一般多指对于气体 液体的这种压缩居多 让它密度更大 体积缩小 质量不变 密度变大 这种感觉都压在里边了 叫condense 凝结压缩 凝结压缩 一般都指气体液体压缩 一般用它 叫做condense 和dance 最后一个就简单了 它一般就正常的体积压缩 press叫按压 压到一起 你看这俩造词很像 一个是把它们包裹到一起 全打包 打在一起 这叫做紧密的 这是形容词 第二个呢 动词 compress 压紧压缩 把这四个词读一下 compact dance compress 和condense 好了 来回顾一下 这几个词 来对一个 fickle fickle lover 多变的情人 今天爱这个 明天爱那个 想一想 大猪蹄子 乾隆 是吧 叫fickle lover 下一个 mercurial 来自于水银 易变 mercurial 水银 易变的 下一个单词 叫做vacillate 摇摆不定 它跟weaver一样 都来自于wave 挥舞 左摆右摆 前摆 后摆 volatile 这个稍微难一点 学理化的同学知道一下 一挥发 液体的这种 一挥发 一变性 一挥发的 好 这几个 第一个叫做course 粗糙的课程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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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到一块 作为一个行进词去对照了 brissel 来自于有这个胡须茶的 这种 短而硬的 这是来自于grate 叫做沙粒 有沙粒的 它本身来自于grate 叫沙子 沙粒 所以叫牙齿 有沙粒的 harsh 粗糙刺耳的 lumpy 有块状的 这种粗糙 挠人 叫scratchy scratch 挠嘛 总算挠脖子 说明这衣服怎么样 扎人的 刺激皮肤的 scratchy 扎人刺激皮肤的 collective 共同的 joint 共同 还是share 联合在一起的 都表示共同集体 共同得集体的 好 看下边 下一组词来的一个 叫做compensate 把这句子写下来 compensate indemnify indemnify offset recompense remuneration emolument emolument 这几个词呢 都是跟什么有关 都是跟补偿 有一些关系 都是跟补偿 有一些关系 啊 好 看第一个单词 第一个单词 大家都背过吗 compensate 他后面接谁的 接是不是接for compensate for 这没毛病吗 compensate 接for 第一个 表示弥补损失 第二个 他可以表示薪酬的补偿 薪酬上的补偿 就知道一下 我们说 人力资源 有一个板块 叫C&B 就是compensation and benefit 薪酬福利 用这个词来翻的 compensation and benefit 薪酬用它 这为什么叫薪酬 跟钱有关 他中间跟哪个词同源 跟expense 这俩同源 跟钱有关 一起用钱去弥补 看到了吗 一起去用钱 好 第二个单词 这叫做补偿或保障 给你一些补偿 精神上的物质上的一些补偿保障 他这个词中间部分来自于谁呢 写上 他影射的是 damage 看见吗 in表示的是否定 不让你受伤害 它是来自这三个部分的造成 不让你受伤 你看这个词一定要讲到 damage 不受伤有补偿 不会让你们受伤害的 有同学我觉得 老师刚才上课讲了两分钟没用的东西 我会给你往后演两分钟 不会给你们少上 in damage 不受伤害 要补偿保障 保护都行 offset 这个用的比较多 他注意他的用法 offset somebody by doing something 通过做某事情补偿弥补 通过做一些事情 补偿弥补 比如说我把你给伤害了 对吧 刚才断网了 那好 我给你补偿一下 通过推迟 推迟两个小时 给你补偿 我刚才说了两分钟闲话 我给你推迟两个小时 这个叫offset somebody by doing something 通过做某事情 补偿弥补 它更多强烈是一种力量的抵消 比如说你帮了我 对吧 好 那我送你一套房 咱俩抵了 我也不欠你了 虽然你这次帮救了我一命 但我送了你一套别墅 咱俩两不相欠 所以这个叫set 设置 设置没有 off叫做除去 就消了 没有了 设置抵消了 咱俩就两不相欠 咱明白了吧 这种情况叫offset 做事情的一种抵消补偿 recompense就好记了 因为它后半截就是compensate 看这个词 就是再一次弥补你 所以意思没变 它俩一样一个词 recompense和compensate recompense compensate 最后两个单词 这两个比较难 旁边写上同一词 就是非常简单的 非常简单的salary 一样非常简单的词 就是salary这个词 remuneration的re 表示再一次 中间muni muni就是money 再次给你钱 用什么东西作为你的薪酬 就是工资 就这个muni muni是money的 就变形remuneration remuneration remuneration 最后一个单词叫做emolument 这是一个GRE和专吧里面 一个掌握的 GRE考试考过的词了 也叫做报酬薪水 所以他们就是salary 是吗 emolument remuneration remuneration 这个在以后的经济类的文章一定能看到 讲到一些什么劳工报酬 会看到这个词 高级词 比较重要的 看现在考研阶段 大家注意一下它 offset somebody by doing 抵消了 两不相嵌 抵消补偿你 indemnify 不伤害 叫做保障 补偿 好 看下边 下一组词 最后两组 坚持 要完成教学任务 第一个叫做complicated complicated 叫做复杂的 这个就比较简单 咱们在四级数就背过了 complicated跟谁一样 是不是跟complex complicated的注意 它跟complex 这是一样的 最基础 最常考的复杂 最基础的 最常考的复杂的词汇 好 看下边 还有谁 第一个叫做convoluted 第二个elaborate 第三个 intricate 下一个词叫做problematic problematic 最后一个叫sophisticated sophisticated 这也是英语一 他俩就考过同一次改写 非常简单 这个 你大家只要有四六级的基础的话 这词一看 可能甚至高中 可能没准备出现了complicated 好 先看一下这个单词 这词不用我讲 能看懂吧 什么叫做 有问题的 它前面不会来自于谁 就是problem 所以写出来 这得能看出来 problematic 有问题 有疑问 其实这东西难懂 问题的难以理解的复杂 叫problematic 好 你就记住进入了三角关系 看大家有没有纠缠过三角关系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舒环 一平 如平 进入了三角关系 intricate 进入三角关系 错综复杂的 错综复杂的情节 我们那个年代都看金庸和琼瑶的剧 也是 你看段玉 也是爱来爱去 对吧 何舒环 也是爱来爱去 都是这种 叫做进入三角关系 很复杂的 好 看最后一个单词 叫sophisticated 这在考研里面有他的词 叫做 他一本表示什么 表示结构仪器的这种精密复杂 比如说你们家里买个什么天文望远镜 这个设备的这种复杂 sophisticated 或者形容人叫老于世故 老于世故的 叫sophisticated 他是来自于谁的 来自于soph这个词根 本身是跟什么有关 是跟智慧有关 他这个词根是跟智慧有关 我们以前学过的最简单的词 叫做大二学生 听过吧 叫做sophore 听过吗 对不对 叫做大二学生 更有智慧了 原来大一的时候都是傻了巴基 是吧 gallability 还记不记得 大二的学生 脑子就聪明了 不是说说什么事你都相信 大一的时候是gallability 清信 大二就更有智慧 这形容一个人有智慧 叫做老于世故 精密复杂 精密复杂的 好了 这三个字来边 进到三个人里面 intricate problematic sophisticated 好 上面这两个convoluted 它来自于谁呢 来自于word word这个词根 这个词根叫什么意思 核心的部分咱们讲过 叫做跟转有关 就是东西转到一起 所有东西都缠到了 纠缠到了一起了 所以它有表示盘绕的 它第二层含义也比较复杂 比如这个题 最后一道大题文宗 是吧 你可能考了地理 又考了历史 又考了政治 甚至 烧带讲 还把物理化学也考了 叫做卷在一起 所有东西都卷一起了 复杂 所有东西都卷在一起了 这很复杂的 叫convoluted 最后一个单词叫elaborate 它一般强调的是精心制作 第二个意思也表示复杂的 通过劳动去集 labor 做出来吗 叫精心制作 把一个东西好好做 要干就好好干 把一个东西给它做出来 精心制作的 复杂的 把这五个单词来一遍 第一个 complicated 复杂的 卷到一起的东西 盘绕卷曲 复杂 全缠一起的 太复杂了 elaborate 进入三角关系 关系的这种错综复杂的情节 错综复杂 结构的复杂 有问题的 有疑问 八二学生 老于事故的 形容人 就是老于事故的复杂 机器的精密复杂 好 最后四个词 comprehend 第一个不用讲 我们从初中到高中 一直听的叫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对吧 reading comprehension 比较简单 叫理解 understand 对吧 understand 都有 好 看第二个 叫做什么 叫fathom 这是一个英式的用词 新概念4当中 也有它 叫fathom fathom fathom表示的意思 也叫做什么 叫做理解 understand 怎么用 fathom 就怎么用 这个知道一下 这个要看一下 对 他还表示一英寻 就是我们说海洋 测量海洋的深度 你也可以用这个单词 你也可以用这个单词 但是如果咱们不学什么航海的同学 跟海洋打交道比较少的 你就不用管了 但在考试当中 一定要注意什么 注意 它有理解的意思 注意 要理解的意思 好 我们继续往下来看 看下边 下一个单词 叫做tweak tweak 你觉得不好记的话 这就通过一个行进词 fath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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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走更远的 要寻求更远 一英寻 等于大概多少 不到两米 一米八 差不多 是吧 一英寻 one fathom 大概就是一米八左右 一米八左右 这是表示海洋深度 第二个表示的意思就是理解 fathom that tweak 小树枝 第二个意思也表示理解明白 理解明白的意思 好 看下边最后一个字grasp 叫抓住 这个是一个数字批译了 把东西给抓住 第二个也是叫理解 老师经常问说 抓住文章的大意 其实也是理解 这个意思 也是understand 也是understand fathom 你可以从fetch去接行 fetch大家要学过吗 是不是要取回 抓住这个东西取回 拿住了这个概念 拿住了他的话 其实就是一种理解 fathom twig twig grasp 把这三个再读一点 这个词是一个有难度的词 英式的用词 fathom twig grasp comprehend 前边 复杂的 complicated 卷到了一起 沃尔沃 卷到一脚复杂 劳动出来的 精心制作的 复杂的 in try 进到三角关系当中 错综复杂 难理解 problematic 有问题的 sophisticated 还是复杂 复杂的 这边第一个 读一遍 无法伤害 不能伤害 他就有保障 补偿 offset 设立一个抵消 off叫除去 没有了 设立了抵消 对于他 叫做补偿 by doing something 再一次弥补 还是弥补 remuneration 是money 给你钱 再给你钱 报酬 emolument 还是salary 薪水 报酬 压到一起 叫做紧密的 我们这个以前 听过一个词 叫cd 听过吧 那个c就是他 d就是光盘 压紧的光盘 把12首歌 disk 压紧的光盘 是这个意思 下一个单词 叫做dense 浓密的 下一个叫做condense 就压在一起 还是要凝结 凝结 下一个叫做compress 还是体积的压缩 压缩 今天还是就到这里 同学们建议大家 中午12点的时候 自己看一遍 尽量保证在一个小时左右 看一遍 12点之前 我建议同学们自己 还是先看一遍 晚上再看就忘了 建议大家 最好是在一小时之内 看第一遍 然后今天晚上的复习 还是18点一次 22点一次 不要忘了 18点一次 但是大家尽量保证 在中午12点的时候 要过一遍 然后晚上再看 讲 一定要讲单词 好了 一个小时又结束了 明天早上再见 加油 明天见 拜拜 现在可以加微信群 可以加微信群 你加这个号 取根113 然后到时候有老师拉你进群 有老师拉你进群 拜拜 拜拜 拜拜